各位喜欢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建设工程教育网一见法规的冲刺串讲班 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是第三章建设工程发承包法律制度 第三章所占的分值相对不是很多 而且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 招投标这部分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但它细节非常多 首先第一个支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 那么规模标准记的时候我们记100加200加400 100指的是勘查设计监理等服务类的合同 单向估算价在100万人民币以上 而重要的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在200万人民币以上的 那么施工单向合同价在400万人民币以上的 这个达到这个标准的 那么规模标准的就要招标 当然它还要同时来满足它的项目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哪些项目必须招标 这部分记的时候大家不要单独的去记 因为考试的往往考一混点 考的时候它会和什么要混在一块来考呢 哪些项目必须要招标 哪些项目的必须公开招标 必须招标的有三类 大型基础设施 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 公众安全的项目 我们叫做基础类项目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 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这个叫做国有 第三个呢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的资金项目 这个叫做国际 所以必须招标的是基础类项目 国有类项目 以及国际类项目 而这三种中的第二种就是国有类项目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呢 那么必须要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所以考试里面啊 你要看清楚 它考的是必须招标的项目 还是必须公开招标的项目 它是依法必须招标中的第二类国有类的项目 好 接下来我们继另外两栋人与哄的一个概念 可以不招标的项目和可以邀请招标的项目 继可以不招标的项目的时候呢 你不用一字不差的背那个原话 你理解那个货乎后面的内容 就它为什么不招标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或者是为了保密 或者是由于时间来不及 或者是出于扶持啊 专门要把这个项目给农民工 或者是什么呢 别人不会你招也招不来的 或者是什么呀 我自己能干的 不用找别人的 总之就这么几类 在考试的时候 注意里面的细节 你不要说 他说考我们说采用专利和专有技术的 一定要看有没有这个不可替代这几个字 那如果没有不可替代呢 直接说采用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呢 你不能直接判断它对或者错 你要看其他被选项的情况综合来定 再比如说 我自己能干不用找别人的 采购人注意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的 注意这些细节 因为从19年开始明显的感觉趋势 人家考什么呀 理解的深度以及细节部分 就是考细节 你不能粗之大业的看一眼 所以这个依法了 还有不可替代的这些关键词 大家一定要看 这是可以不招标的项目 那么可以邀请招标的项目呢 一共有三类 第一类 国家重点或省级重点项目 不时宜公开招标的特殊的重点项目 第二类啊 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受自然环境限制 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总之你可选范围是少数的啊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 占项目活动金额的比例过大的项目 就是你公开招标不划算的 所以考试呢 最容易把这两类混在一块 你一定要能够判断出来哪些是不需要招标的 哪些是可以邀请招标的 这也是一个高频考点 也是一个高频的溢错点 大家要对比记这两个知识点 好 接下来关于两阶段招标 我们首先要记什么样的项目是用两阶段招标 技术复杂或者无法精确逆定 注意它的措辞 它并不要求你记复杂又难以确定 你或者技术很复杂 或者呢你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去逆定技术规格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的就可以两阶段招标 在第一阶段投标人提交的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那么正会要人的据此来编制招标文件 而第二阶段呢 它的工作呢和我们正常的招标是完全一样的 招标人向第一阶段提交技术建议的投标人提供了投标文件 然后呢正式的去报商务标和技术标 当然考试里面还会提到 如果要求提交投标保人金 在哪个阶段提交啊 注意全部是在第二阶段 第一个阶段只说技术根本不设计钱 既不包括投标保人金 也不包括所谓的投标爆炸啊 它都第一阶段不提 好 接下来关于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呢 那么它是这个接受甲方的委托来代理招标啊 那么代理招标呢 那么注意一下就是第一它不能够强制啊 你是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而不是应当 第二个关于招标代理机构的性质 它是一个依法成立的社会中介组织啊 它和招标人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 那么现在招标代理机构有没有资质啊 注意没有 以前有招标代理资质现在已经取消了 所以它没有资质 这个要记住啊 不要选资质 它就是一个怎么样 这个设立的一个中介组织就可以 下面重点记招标代理机构的限制性规定啊 它呢 有三类事不能做 第一个 它不能在代理的招标项目里面去投标 你代理招标 那么你自己不能做以方去投标 也不能代理投标 也不能为投标人提供咨询服务 三类事是不能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把招标文件的重要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 你不要说我发出了招标文件 如果我想改 能不能改啊 可以啊 应该提前15天 去什么15天啊 提前呢 去这个投标截止时间 15天前要改 如果呢 已经不足15天的 相应的顺延投标截止时间 所以看15天啊 还有这个卖招标文件的 对这个招标文件开始发售 一直到呢 投标截止最少不少于20天啊 然后提出异议的是10日前提出 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 那么异议的答复呢 三日内做答复 在答复期间呢 暂停招投标活动 所以大家看这几个时间 书里面呢 招投标活动里面有很多时间 但真正的有考试价值的 就这么几个啊 大家来记一下 好 接下来下列情况 视为招标中的不合理条件限制 那不合理条件限制呢 一看就是你假设方这么做是不对的 但我们要求大家呢 他这里面呢 注意呢 就是和两个地方容易出错 第一个地方和哪里容易混啊 我们后面讲串通的时候 提到了招标人和投标人串通 那么这里面是招标人对投标人的 不合理的条件的限制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你是不合理条件限制的 叫做什么呀 打一片 你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主体 使他有利或使他不利 你目的是对 凡是符合这类条件的 你要打是打一片的 而我们招标人和投标人串通 一定是精准的使某个特定的投标人 他有更多的机会来中标 所以你就判断一下 凡是打一片的 这个就属于不合理条件限制 凡是有针对性帮助的 那就属于什么呀 串通啊 这是第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 注意标颜色的这两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他有条件啊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 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 这是不可以的 但如果不属于这个 不是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其实这个没有做限制啊 另外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 或投标人的这个所有之形式 或者组织形式的 这两个一定要加上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才不允许这么做 其他项目我不做限制 而其他的呢 所有招投标都不允许有的啊 所以注意这两个呢 考试里面去年19年就考出了这个地方 什么非法了啊 还有这个有这个条件没有 要注意一下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不合理条件限制 接下来关于招标信息发布 如果是邀请招标 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条件的单位发出投标请数 所以记三个啊 好 那么招标文件能不能收费啊 可以收费 收的是公本费 好 继续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候审两种形式 资格预审是在投标之前啊 那通过资格预审你才能去买招标文件 如果不合格的话 后续的投标都不能够参与 所以连招标文件都买不到 那么谁来进行资格预审呢 资格预审是由资格审查委员会来进行审查 资格审查委员会 他的组成的要求和评标委员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预审 那如果资格候审呢 是在什么时候啊 是在开标之后 在评标之前啊 要审 如果这个候审不合格的话 那么他的标数会被否决 就叫做视为废标 那么谁来进行资格候审呢 是评标委员会 他不需要组建什么资格审查委员会 所以把这个前任这个预审 候审的要点的一定要重点掌握 那如果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三个的 应当重新进行招标 就是关于资格审查 接下来开标 开标呢 注意他的时间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 中间不能有时间间隔 一定两个时间点是重合的 就是开标时间 地点预先确定啊 那么开标里面呢 大家自己去看细节 他会考我们谁来主持啊 招标人来主持啊 招标人来主持 所有投标人参与 然后顺序是什么 来怎么去做 你自己看一下程序 这个呢难度都不大 你只要看一下就可以 接下来关于规定啊 如果投标人少于三个的 不得开标应当重新招标 如果所有投标均被否决的 依然要重新招标 所以重新招标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啊 我投标人通过资格预审的 投标人少于三个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所有的投标均被否决 那我都要进行重新招标啊 然后投标人对开标有意义的 应该在开标现场来提出 招标人应当做出答复并记录 好接下来关于评标委员会啊 评标委员会呢 它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机构 由招标人来组建 成员有两类的构成 一类是招标人的代表 一类是有关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 人数是五人以上的单数 其中技术经济方面专家 不能少于三分之二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在什么之前保密啊 大家把这个10点一定要记转 是在重标结果确定之前要保密 而不是说在评标之前 一定是重标结果确定前 注意大家记准10点 好下面关于评标中的要点 那评标里面啊 标底呢不是必须有的 是否有看招标文件呢 是不是呢设置了啊 这个不是必须条件 如果是有标底 应该在开标时呢予以公布 即使是有标底 标底也只能作为参考 不能够以投标报价 是否接近标底来作为重标条件 也不能作为呢 它偏离多少上下浮动范围呢 作为否决这个标数的条件 所以他考试会考我们呢 他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好接下来投标文件的澄清 投标文件的澄清呢 怎么澄清啊 注意评标文件会不接受投标人的主动澄清 那评标文件会问你什么 你就澄清什么 如果人家没有问 你投标人的不能解释啊 那么在所有招投标活动里面 大家一定要记住 都是要书面形式来解决啊 书面来通知啊 然后即使去澄清说明也不能超过呢 投标文件的范围 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这是关于评标的要点 接下来否决投标的情况 所谓否决投标呢 就是视为废标 这个知识点和哪个知识点容易混啊 我们提到过的去收的投标文件的情况 去收是我根本就不收啊 那我不收我就不会开标 而否决投标是什么呀 我收下来 我开了标之后发现你有严重问题 我把它废了 所以两者内涵是不一样的 考试里面混到一块 大家要区别出哪些是啊 这个不予接收的 哪些不予接收啊 逾期送达的 送错地方的 没有密封的 还没有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 报送的投标文件 这四类都是拒收的 像其他后面这几个有严重问题的 叫做视为废标要否决啊 注意第一条 那么如果既没有盖章 又没有签字一定会视为废标 但如果有一个的废不废呢 取决于招标文件怎么要求啊 就是看到数第二条投标文件 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条件 做出响应 你要看呢 这个招标文件里面是怎么说的啊 所以大家下面的自己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 虽然挺重要的 但是没有啥难点 你看一下就可以 好 接下来关于投标人的资格 那么哪些人能去投标 哪些不可以投标呢 第一个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 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法人组织或个人不能参加投标 就是你这个投标人和招标人有关系 和甲方有关系的不可以 第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着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能参加同一标段或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的投标 如果呢 他不是和甲方有关系 是投标人和投标人有关系 他们之间存在着股权关系 控股管理关系的 或者呢 单位负责人是同一人的 那么这个呢 你只要不在同一标段投就可以 但是不能在同一标段投 其他的不同标段你是可以投的 所以考试里面要看清楚 他说的到底是一个标段还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项目 你看他说没有划不划分标段 如果呢 没有划分标段 说明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标段 所以那也是一个标段 一个项目就不能投 好 如果一个项目划分于若干个标段 那么你这种类型的投标人呢 你可以投不同的标段 在同一个项目里面 所以注意他表述怎么表述 第三个 投标人发生合并分离破产等重大变化 大家呢 记住呢 不要说一有这个事 他一定会视为最标啊 一定视为投标无效 要看他是否依然具备交标文件要求的资格条件 如果他依然具备 那就有效 如果不再具备条件的 或者有其他影响 投标结果的公正性的一些情况的会 那么他的投标是无效的 好 接下来关于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呢 不能超过项目公算价的2% 但有上限不能超过80万元 这80万元是对施工招标而言的啊 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应当于投标有效期 两者完全是一致的 那么两阶段招标里面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应该在第二阶段提出 那投标保证金呢 要退还 最晚的退还时间 大家要记准时间 是在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后的5日内退还所有投标保证金啊 包括那个没中标的 没有中标的这个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只要他没有违规啊 没中标也要退 那么除了退本金之外 还要退同期的存款利息 要记准啊 存款利息 好 接下来关于串通 哪些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 哪些呢 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 那么两类的区别在于呢 这个属于串通的是 你会发现的投标人与投标之间有预谋的联合行动 有预谋的联合行动啊 那么说明他们有共同的啊 商量的协商的预谋的 然后共同来活动 你马上可以定性 一共这么几条 大家来看一下啊 投标人之间 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第三个 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 放弃投标或中标 还有一个第四个要注意 属于同一集团 协会 商会等组织重演的投标人 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还有呢 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 或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你只要看到他有预谋的联合行动 一定是属于这一类 而视为的呢 都是从形式上 我来怀疑他 然后我给他定性说 这种情况 我这形式呢 我就定性为 他就是这个什么呀 就是串通啊 他的开头都是 不同投标人的什么 名义上是两个不同的投标人 但是或者文件是同一个人 一个单位编的 或者是呢 这个项目管理机构成员是同一人 或者呢 负责由一个单位或个人负责办理投标事宜 或者他的爆炸成什么成规律性的一个差异 甚至呢把两个文件混装装错了 还有呢 他的投标本金从同一个账户上转出来的 这些叫视为传通 那考试里面就把这个属于和视为混到一块 大家要能够区别出来 那么原理就是一说考属于的就是有预谋联合行动 一说视为的就是通过形式我高度怀疑他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定性 这种情况呢 我也不管你别的 我看见你这个形式 我就跟你视为他是串通的 好 接下来 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 这个好判断是假方和乙方串通 我们前面讲过 他容易和哪个知识点混啊 招标人的不合理条件限制 我们讲过如何来区别呢 如果是招标人不合理条件限制呢 这个叫做普遍打击 那么这个条件合不合理 对一类人 凡是那个条件的都会有影响 他不是精准的对某个特定的主体 而招标人投标人串通呢 他一定是精准的 使某个投标人有更便利的中标的条件 就预谋让他去中标 精准的特定的 所以你判断了某一个特定的 这个一定是串通 如果呢 是条件对大家所有都适用的普遍打击的 那么就是不合理条件限制 注意他会放到一块来考 好 接下来关于投标人的报价 那么投标人报价的合理范围是 一定要高于自己完成这个项目 用企业定额算出来的自己的成本 但是一定要比招标文件里面规定的最高投标 限价要低 这个是合理的报价范围 如果低于他自己的报价 或者我怀疑他低呢 觉得他那么特别低 怎么办你不能上来就认为他说他一定是这个低于成本 你首先要求呢 这个投标人提供说明并拿出证据来 你得证明为什么你能够比别人低的那么多 你得拿出证据证明你没有低于成本 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 我就给他定性低于成本竞标 那么就会视为废标 好 接下来联合体投标 我们把联合体投标的所有内容放到这个表里面统一来归纳 首先呢 联合体投标的内涵就是两个以上的法人或组织 组成一个联合体 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来投标 它的适用范围是大型的或结构复杂的项目 大型的或结构复杂的项目 那么它的资格要求呢 资格要求两个要求 第一个 构成联合体的各方 均应该单独的满足招标文件里面 对资质的一个要求 你单独也应该满足资质以及相应的能力 而不是说加在一块满足 单方来满足 都要满足 第二个 同一专业组成的联合体 按照资质等级低的业务的 低的那个资质的业务许可范围来这个从事业务 叫做就低原则 按资质低的那个来决定 好 接下来关于资格预审 联合体通过资格预审之后呢 联合体不能增减更换成员 那么联合体各方也不能再个有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 联合体成员也不能够再参加其他联合体 如果你去参加的话呢 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所有的投标都会导致呢 它是无效的 好 所以注意这点 他不能再去干别的事 那么法律责任呢 对外的法律责任 联合体各方对这个中标的项目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这是对外的项目 那么对内的项目呢 对内的责任呢 对内他们怎么承担责任呢 取决于构成联合体各方的共同投标协议 你看一下 共同投标协议里面怎么约定各方承担什么 所以对内责任 对外责任 把这个内容要分清楚 这是我们整个联合体投标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确定中标人 确定中标人的权利 在两个主题手里 第一个就是招标人 第二个是招标人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 注意 只能授权评标委员会 他不会授权给这个招标代理机构 接下来呢 关于这个确定中标人方法 其实就是评标方法 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综合评估法 那么综合评测越高越好 第二种叫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那么评标价越低越好 这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项目 好 继续来看一下中标的规则 那么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必须按顺序来选 选第一名 那么接下来下面会考我们 说什么情况下 可我可以依次往后去推 或者重新招标啊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推呢 第一个排在前面的中标候选人 放弃中标的 第二因不可抗力提出 不能履行合同的 第三个招标文件的规定 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 而不在规定期间内啊 没有提交的 好 那问大家如果这个选项里面说 说以下哪些属于呢 可以依次类推确定中标人的情况 A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大家说选不选啊 这个不一定 因为什么呀 因为履约保证金不是法律强制规定 每个项目必须有的 是不是有履约保证金取决于招标文件的要求 如果招标文件要求提交 他不提交 那么是为什么呀 是为你放弃中标啊 那我那么依次类推 但如果招标文件根本就没有要求 那他不提交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这句话如果单纯说未提交履约保证金 他本身是有瑕疵的 我不能说他对还是错 只能先打一个问号 根据被选项的情况来决定到底选不选他啊 提醒大家注意 另外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标通知书啊 中标通知书是由招标人发给中标人的 中标通知书具有法律效力 也就是任何一方要改变这个结果的话 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好 接下来签订合同 大家要记签订合同的时间 是在招标人投标人 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至 发出至三室内 特别注意不是什么呀 什么收到至什么生效至都不对 发出至三室内定立合同 合同的主要条款 应当与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一致 主要条款的一定要一致 如果双方另行签订和我招投标 这个主要内容不一致的叫做应合同 洋合同是经过备案的招投标的合同 应合同是双方另行签订的合同 那么从性质上来说 应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结算是应当以备案的洋合同作为结算的依据 好 接下来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呢 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的 那么需要提交 数额不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10% 不提交的是为他放弃中标项 好我们顺便呢 把几个这个比例记一下 投标保证金啊 不超过2% 不超过80万元 这是对施工而言 领域保证金呢 不超过10% 定金是多少啊 不超过20% 好接下来关于法律责任的一个承担啊 法律责任承担 法律责任承担呢 大家简单看一下 我们标颜色的这几个地方啊 就是他限制 他参加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一个 一个限制 一个期限 这个简单看一下 欺骗类 民意类的 串通类的 还有中标人不签合同这类的啊 不履行义务的这类的分别如何来承担啊 这里强调呢 只要考出法律责任 在招投标里面的最严重的都是什么呀 职制吊销营业执照啊 只有他是调选营业执照的 他不是资质证书 除了招投标之外的其他地方 最严重的就是吊销资质证书 所以选项里面 你知道这个内容之后 有助于你选对这个选项 好 接下来第二节 关于建设工程的承包制度啊 首先看一下工程总承包 两句话要记 装配式建筑原则上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政府投资工程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 那么具体细节啊 可以招标 也可以直接发包 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呀 经评审的最低评标价法 但是可以 也就我们一般呢 用的是这种 但注意不是应当啊 不是说只有一种 是可以来用的 评审因素有哪些 另外他考我们 我们工程总承包项目 他以什么样的计价方式来签呢 总价合同或者是成本加重金合同 把这两个计价模式呢 要记一下 好 接下来关于工程总承包企业的 基本要求 工程总承包企业 没有单独的工程总承包资质 他要求你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有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另外的一个资质 那么对应的活你只要分包出去 全部包出去都可以 只要你有有一个资质就可以 自行实施的一个部分呢 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 同样你依然可以再去分包 把非主体 非结构 非关键工作呢 你分包出去 但是主体的关键部分 必须是你这个单位自己来做 好 这是关于他的一个条件 接下来项目经理的要求 项目经理要求 首先要求他取得这个建设类注册职业资格 或者高级职承 不需要同时具备高工和注册类种数 只要有一个就可以 好 接下来关于工程算务管理单位 我们俗称为代甲方 那么项目管理公司是甲方的团队 代表甲方来对工程总成报进行管理 这是他的一个法律关系 好 那么哪些单位可以做项目管理单位呢 你单独找一个咨询机构 可以 还可以是本项目的可研的方案设计 或者初步设计的单位 也可以是其他项目的设计施工或建立单位 也就是本项目的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建立单位是不能够再做代甲方的 但是呢 你如果做的是可行进研究 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 这个不是我影响 你可以既做方案设计 又做整个的设计施工的总成报 但如果你是这个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单位 那么你是作为乙方的 那就不能做代甲方了 所以这两个要注意看一下 好 另外要求呢 他作为甲方 代甲方 不能和被他管的那个工程总成报单位 有利害关系 好 下面我们把某些主体的限制性规定 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总结 指的是这些单位呢 那么法律规定里面 他不能和哪些单位有关系 能和哪些单位有关系 或者说他不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 项目管理单位 招标代理机构 监理机构 以及质量检测机构 当然这个内容我们后面才会讲 但是我们归纳的时候都放到一块 大家来对比来记忆 这个留给大家呢 帮助我们来记忆 好 接下来关于工程总成报单位 总分包单位的一个职责 无论是工程总成报 还是施工总成报 只要是总分包 他的关系都是一样的 三个主体之间啊 有两个关系 那么建设单位和分包单位之间 没有合同关系 但是依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 就分包工程对甲放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这个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合同的约定啊 这个都是统一的规定 好 接下来关于建设工程的共同承包 共同承包是联合体投标的后果 一旦中标呢 由这个联合体共同来和甲方来签合同啊 那么适用范围大型的工程 或者结构复杂的工程 多次强调不是合的啊 是或者 那么资质要求就地原则 法律责任对外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对内呢 按共同投标协议承担的是啊 你约定的一个责任啊 所以前面的和我们的联合体投标内容 基本上是吻合的 好 接下来关于分包的规定 分包呢 就是我总包单位自己做一部分 然后让别人分包单位再做一部分 那么哪些必须有总包单位自己完成呢 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总包单位自己来做 哪些可以分包呢 非主体非关键的工作可以分包啊 但是这个有一个例外就是钢结构工程 钢结构工程虽然属于主体工程 但它依然可以分包 那么这是最容易出题的地方 考试里面如果说呢 说这个如果是主体结构就不能分包 大学说这句话对不对啊 这个不一定 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一般的惯例 通常的表述 还是说人家就考你这个钢结构工程这个特例 看你知不知道这个特例 所以我不清楚他到底考什么 凡是这种有瑕疵的先打问号 根据其他被选项的情况来再做决定 好 这个钢结构工程要掌握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分包的条件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分包单位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 第二个分包单位应该经过甲方建设单位的认可 分包只能分包一次 禁止再分包 禁止再分包 另外可以分包但禁止转包 转包就是自己什么都不干 全部的让别人去做 好 那么刚刚提到的分包需要经过建设单位认可 怎么认可啊 两种方式 第一种在总包合同里面直接规定分包的内容 第二种呢 我合同里面我没有规定 但是我如果真的想去分包 我征得甲方同意也是可以的 好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辨习一下 这三个概念的一个区别 转包 违法 分包和挂靠 记得时候呢 把转包和挂靠放在一块 转包挂靠 其实都是承包人自己什么都不干 全部的啊 你换这是一次性的交给一家 或者是分成几部分的交给别人 总之你承包人自己什么都不干的 这个转包挂靠都是 那两者的区别在于转包不借用名义啊 那么他干活人就用干活人自己的名义来干这个活 而挂靠是什么呀 干活人要用别人的名义来干活 他要挂着承包人的名义 凡是你看题里面说到了借用名义的啊 这个一定要做挂靠 如果他只是说他什么都不干 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名义的资质的这些信息的话 那么我们就属于呢 叫做转包 而违法分包呢 指的是承包人自己干一部分 让别人干一部分 在分包的过程中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叫做违法分包 好 接下来我们再强调一下 有关劳务分包的一个特殊的规定啊 因为我们有规定的说啊 视为说违法分包 拿拿两种情况是违法分包呢 大家脑海里面就记这个图啊 说我总包给专业分包商 我先分包一次 然后总包呢 也给劳务分包商分包一次 这个分包是允许的 但如果专业分包商 再把他所承包的这个工程中的专业工程 再包给其他家 这个就属于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啊 那么他呢 专业工程表述为非劳务工程 你理解起来其实一样的 非劳务不是劳务的 那么除了劳务就是专业两大类啊 所以非劳务工程指的就是专业工程 那么你把专业工程再包出去 肯定是违法的 另外一个违法的就是劳务分包单位 再把他劳务分包的那个工作呢 再找另外一家劳务分包单位分包出去 这个也叫做什么呀 违法分包 但只有一个特例 不是为再分包 法律允许就是我们第二种化对购的这种情况 老专业分包商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分包 分包给劳务分包商 这个不算再分包 所以你要看文字有点傲 但是一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你知道我们有三种情况 有钱量第一种第三种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那第二种是法序允许的一个特例 你把这个特例呢 尤其要记一下 好 接下来关于违法单位的承包单位的违法行为 对于挂靠类 挂靠类 挂靠类呢 罚款2%到4% 而且挂靠和被挂靠的单位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那么对于转包违法分包呢 也要罚款 但你发现罚的多还是少啊 转包违法分包罚的少 罚的是0.5%到1% 而挂靠这个呢 2%到4%罚的更高 同样转包的 接受转包的啊 这个去分包的 违法分包的和接受违法分包的 这个承担的都是连带责任啊 都是连带责任 所以记住无论是考这个这个挂靠 还是考我们转包违法分包 那么都是要承担连带责任 还有看到呢 哪些算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就是两年里发生两次以上的 还有就是因转包等发生质量事故的都算呢 严重啊 严重的问题 好 接下来关于这个违法发包 转包分包挂靠等其为的 形成处罚的追溯期 追溯期为两年 这个两年从啥时候开始算啊 我们记住是从发生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项目 结束时开始算两年 而不是说他实际违法什么发包转包分包挂靠时算 是从这个项目呢 结束时开始算两年啊 那如果 这个工程量未全部完成而解除或暂时停止履行合同的 那么就是合同解除之日或者是终止之日开始算两年 大家把这个追溯期两年以及两种情况下的起点都要记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建筑市场的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体系建设里面有一句话要关注一下啊 对诚信典型和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 可以实施什么呀 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 三年 有啥 哪些优惠政策啊 绿色通道容缺受理 好 接下来关于建筑市场成进行为的信息的分类 分为三类 今年增加了什么呀 基本信息 哪些属于基本信息 看一下 那么良好信息和不良信息 注意良好信息现在的范围扩大了 以前呢 只有先级上的行政机关的表彰 这个才算 优良信息 现在呢 群团组织的群团组织表彰 这个也算优良 那不良信息呢 一定是违反相关法规 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的 注意考试里面考我们 说什么被起诉了 打官司了 被投诉了 这些是不是不良信息啊 目前你还不能确定 你必须呢 查识以后被处罚了之后 行政处罚之后才算不良 而不能说呢 只要有投诉 有打官司的就一定是不良啊 那个不是啊 好 所以注意行政处罚这条 好 下面重要的高频考点 几乎民都要考的 让我们区别施工单位的不良行为的五大类 四十一条 那么我们呢 讲过一共这五大类里面呢 关于质量不良行为 安全不良行为 以及拖欠工程款和工人工资不良行为 这三类基本上你一看就能判断出来啊 说安全有关 还是跟质量有关 还是跟这个工资有关 这个好判断 比较麻烦的就是前两类 我给大家做了归纳 凡事论述里面出现资质证书名义的叫做资质不良行为 凡事论述里面出现招头标 以及承发包内容的叫做承揽又不良行为 如果有错位啊 两个都有 说既有这个资质证书名义又有承揽业务 那这个以谁为准啊 这个是以资质名义为准 放到资质不良行为里面 但如果是资质名义证书加上招头标 只要有招头标出现 招头标是最优先的 按招头标行为来判断属于什么呀 承揽业务不良行为 你只要把这个规则记住以后 这个部分呢就比较好判断了 好 接下来关于承进行为的公布的一个期限啊 那么对招头标活动 是自行政处罚决定制起20个工作日啊 工作日 基本信息长期公开 月亮信息三年 不良信息六个月之三年 那么经整改却有时效的 可以缩短最短不短于呢 三个月啊 那么拒不整改的你可以呢 延长期限 而对于招头标活动呢 那么公布的都是六个月 但如果依法限制期 这个投标资格的这个时间长于六个月的 那么我从其约定啊 那如果短于六个月 说三个月呢 不能参加招头标活动 那你说公布多长啊 短于六个月的就公布六个月 所以六个月是下限 但如果比六个月长到 那么那么就按照你限制多长时间 就公布多长 好 接下来关于公告的更正与变更啊 那么什么情况下 更正什么情况下去变更啊 总之呢 无论你在更正和变更这个期间呢 都不停止对违法行为的一个公告啊 都不停止 好 接下来2020年新赠的内容 建筑市场主体的黑名单制度 我们需要大家认真来记 什么情况下会被拉入黑名单啊 这里面有好多细节 尤其是什么呀 就第三条发生的事故 是不是一有事故就拉到黑名单呢 不是 要看呢 你事故的等级 还有事故的数量 以及恶劣程度啊 要看一下 所以要认真看 发生重大级以上工程质量事故 第三级严重的重大的 只要有一个 或者一年内累积发生两次 这个什么较大工程质量事故 较大的两次以上 或者发生个性质恶劣 危险性严重 社会影响较影响大的较大工程质量 这事故受到行政处罚 所以都是较大事故和重大以上事故啊 这个两类一般事故的 他不会拉入黑名单 要记清楚 好 那么列入黑名单的后果是什么 也要来看一下 好 那么第三章的内容呢 我们就梳理到这里 第三章应该是没有难点啊 非常相对来说是好得分的 大家把我们提到的内容 一定要重点来掌握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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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